8月19日14时许,伴随着滴滴滴的倒车音,一辆快递货车驶入上海市虹口区的一家快递站点 快递小哥们立即上前打开后车门,熟练地进行卸货、拆分、分检等工序 若不是注意到这身标注有无声快递四个字的红马甲,同时互相之间以打手语的方式交流 这群特殊的快递小哥在工作时和普通员工相比并无两样 他们干起活来,同样麻利,也同样专注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27岁的龙亚人许申良是最早一批加入无声快递的员工 2016年从徐汇区开放大学毕业后,许申良陆续打过一些零工 但鉴于交流困难等问题,他的每一份工作都没能超过两个月 当初来应聘快递员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如今他已经干了三个多月了 当时就想观摩一下,就想试试看行不行 但是做了一个月呢,感觉他能适应这个 那么现在工作感觉可以吧 就有点累,对吧 但是自己努力了,感觉也开心,对吧 他就是打算长期做下去 给家里人一样的自己省一点 自己赚一点钱,对吧 许申良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无声快递团队目前有40名像他一样的龙亚人快递员 分布在4个快递站点 他所在的快递站点就有8名龙亚人快递员 这里没有歧视 大家如今都成为了互帮互助的好朋友 工作之余还会一起出去玩 大伙儿在一起,有种像在家一样的感觉 事实上,无声快递的成立也并非一帆风顺 从一开始的两三人发展到如今的40人团队 在这过程中,前前后后也有不少人没能继续坚持下来 许申良说,如今团队内的龙亚人快递员已日渐融入并适应了快递这一行业 从一开始只能日送三五十单 到如今已有成员能最高日送超三百单 月收入也从原来的两三千元涨至近万元 不过,许申良说 收入的增长并不是他们得到的最大收获 大家对龙亚人快递员的包容和尊重 让他们倍感温暖 分检、标记、装车 8月19日十五失许 许申良开始了下午的配送工作 收到快递的客户谈求单对记者说 现在经常能收到小许拍发的快递 而两人的结识则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 我第一次认识小许是因为她送了快递我不在 然后她打我电话我没有接到 然后我就回播 但是我回播过去她就把电话按掉了 过了大概一会儿 她又来了一个短信告诉我 她是龙亚人快递员 我非常的惊诧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快递员 看到他们也是非常年轻 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来打拼自己的未来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 据了解 无声快递的发起人 顾忠是东方卫视手语新闻主持人 因为父母是龙亚人 他从小就会打远之远味的上海话手语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 他在做手语翻译的同时 也做过不少助残公益项目 而成立无声快递的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龙亚人通过自食其力的方式 过上好日子 当时也考虑到残疾人就业困难 所以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招募龙亚人来做这个无声快递 那么这个当然一下子能招到那么多人 包括他们的培训也是跟我自身也有关系 因为我本来就是出生于残疾的家庭 我父母是龙亚人 然后我自己又是在残联工作了有六七年的时间 所以这个一系列都是跟我自身的一个工作的成长经验都有关联 设置于身体原因 龙亚人受教育和找工作都很不易 即使是大学生往往也会遭遇不少困难 在无声快递里就有好几个龙亚人大学生 故中介绍说 年初因为疫情关系 网购量加大 快递人手紧缺 因此就想到将龙亚人输送到人手紧缺的快递站点 与健全人一起送快递 同工同筹 我们从最初的三五个人发展到现在四十多个人 我们从最初的一个站点发展到四个站点 那么我们从最初的一个人派见三十单五十单 到现在平均数在一百八到两百单 好的人有一天能送到三百单的样子 也是在不断的在增长 我们也计划着在双十一马上要到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人手也会从现在的四十几个人往三百多人的方向目标去努力 如今许申良已经晋升为组长 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要负责带新人 不要长按门铃 敲门轻重要适当 许申良常常叮嘱新人说 送快递是一个只要肯吃苦就会有收获的岗位 希望大家能珍惜机会 因为敢拼才会赢